朋友们大家好 一根1.5平方的电线和一根2.5平方的电线 我们并接在一起 能不能当4平方的电线来用 1.5加2.5刚好是4平方 但是有电流之后能不能这样子来用呢 很多的老电工都有不同的意见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理论上来说 是可以当4平方来用的 但是是有限定条件的 首先就是它的一个接线端子这个地方 包括插座的这个地方 这样的接线肯定不可以 为什么给大家看一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位置接线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像这样子直接把它拨开 接到这个端路器下面 这样子是不能够当4平方来用的 严格禁止包括这种情况 稍一用力立马就拖了 并且这两根电线 就是这样子来搭接的 这个头肯定不可以 如果我们这样子接线 这个电流肯定会集中在某一根线上面 过负荷 电线首先会烧坏其中一根 之后全部的负荷集中在另外一根 另外一根也会被烧坏 所以说我们接线的时候 这个头很重要 千万不要这样子分开的来接 怎么来操作的呢 我们用这个东西啊 线鼻子 一定要压这个线鼻子 看就是这种情况啊 这头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只要处理好这个接头 它是可以当4平方来用的 看我们把它压减 有压线钱的话 我们用压线钱也可以啊 像这种情况 把两根线接在一个地方 我们就能用 把它接在这个上面 我们把它拧紧 那么这头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这样子接肯定不可以 我们把它拆掉 压端子 我们把它拆掉 像这里 给它压这个 线鼻子 我们可以用这种针线鼻 我们像这样子 把它压完了之后 就是这种效果啊 这样子才是合格的 之后我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螺丝里面 把螺丝拧紧 这是第一个限定条件 我们需要给它压这个线鼻子 第二个限定条件 不管这个两根线 一个1.5 一个2.5 不管它们有多长 中间不能够有断点 或者接头 必须是一根完整的电线 把它给接在一起 这样子不会影响 它的电阻啊 像这种效果 满足这两点 1.5加2.5 就能当四平方来用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留言 好技巧一起学习 给下大家的收看 好看 好看 好